根据小聖佛法,修禅的次第,从最初开始到阿罗汉无鱼列盘的殖灭境界,粗略来说,是要经过十个禅修阶段的,最初是欲界定,继而未到定,然后进入色界初禅定,二禅定,三禅定,四禅定, 再进入无色界的空无边处定,色无边处定,无所有处定,非想非非想定,到最高层次超出三界进入灭尽定,就成为阿罗汉了。 什么叫做欲界定呢?我们现时居住的世界是三界之中的欲界,有淫欲、睡眠欲、饮食欲。 在欲界的禅者,能够射离这些欲念,收集禅定,会成功收得欲界定。 当行者收得欲界定之后,身心敏然空直,感觉安肠喜悦,在禅定中无我相存在,身心驱在定中,犹如虚空无量无边的。 时间空间一时档圆无存,这个时候,根据天台中摩克子观卷八讲,禅者会有八足的,即是八种感觉。 第一是动竹,坐禅时,忽然申起动摇现象。 第二是仰竹,坐禅时忽然觉得身仰,如空无一物。 这种仰不是普通的恒仰,而是很特别仰的感觉。 第三是轻竹,坐禅时身轻如魂如沉,有飞行之感。 五,重竹,坐禅时忽然申重如大石,不能扫动。 第五是冷竹,坐禅时忽然申如水冷。 第六是暖竹,坐禅时身热如火。 第七是劫竹,坐禅时身劫如木的皮。 第八是滑竹,坐禅时身滑如牛乳。 为什么在未到定的时候会有八足呢? 因为到了未到定的境界,即将会离开欲界的禅境,进入无色界的初禅定。 即是说,未到定是初禅定的准备修行功夫。 因未到初禅,所以称为未到定。 初禅是属于色界禅定,而色界清淨心,是远远超过我们现时居住的欲界的清淨心。 当禅者,在欲界集禅,将要进入色界的初禅, 他的身体极微细胞发生变化。 色界的极微细胞,入于欲界的极微细胞。 二者交替,身体的元素地水火风,因为变化而发动,所以会产生八足。 禅者进入初禅定,已经离开欲界的感受,和色界的感受相应, 因为已经脱离欲念,行者由初禅至四禅,心理活动漸次发展, 形成更细密、更高的精神世界。 严格来说,欲界定和未到定都不能称为真正的禅定, 所以不能列入四禅八定之中。 到了色界的初禅,二禅,三禅,四禅,才称为禅定。 禅,凡文是Diana,禅罗,意思是静累内心的思维, 即是由直静中生定,而这种定能够令行者超脱生死轮回,静入诸法实上。 下次继续讲色界四禅定。 关于收集禅定的漸进次第,从小圣佛法来说,由欲界开始收到欲界定,未到定, 继续继续。 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, 再漸次正入無色界的空無邊柱定、色無邊柱定、 無所有柱定、非想非非想定, 最後收到滅盡定、跳出三界,正入無如裂盤為阿羅漢。 從小聖來講,阿羅漢就是佛,上次已經講了欲界定和未到定。 行者修正初禪的時候,在思維上產生尋、是兩種作用。 尋即是用自己的思維去覺悟,去沉迷諸法實上的本性。 在這個時候,禪定的功夫只規限在言語概念的法則裏, 例如觀一切法空、修五庭心觀等等。 由這些粗略思維觀照,再進入較精密的深色觀照,叫做視。 意思是視察,比沉更細密。 正入初禪的行者,已經不食人間煙火, 所以沒有了避色和蝕色的煩惱。 只有眼、耳、身、意、四色。 初禪能生起喜和樂兩種感受。 在初禪境界的人,因為已經脫離欲界的牽前,內心產生難以形容的喜樂。 漸次進入二禪,這時候,行者已經收持到斷滅了尋同事的言語概念思維。 內心比初禪者更為清淨,所以稱為內等靜。 這時候,行者連眼、耳、身、三色都清淨。 唯有意識還有妄想分別,但已經能夠令意識專注定境。 它的喜和樂,比初禪的人更加殊勝。 所以二禪稱為定生喜樂境界。 再進入第三禪,行者的禪定,可以卸取二禪時所感受的喜樂。 心境安住於一種更殊勝的妙樂,或者處於行卸的境界。 行卸即是,卸離五穩,適受想行色的行穩。 沒有了行穩,受想行色都滅卻,只有意識存在。 但是亦有樂壽和行卸壽。 有樂的感受必然會有苦的感受。 因為當你感覺樂的時候,仍然存在苦樂的分別心。 沒有苦的感受經驗,又怎知樂的殊勝呢? 沒有苦樂的分別,即是行卸,令禪者進入正念正知,產生離起妙樂的境界。 佔次進入四禪了。 在四禪的人,他的禪定已經是卸離三禪的妙樂,不會執著於妙樂的聖境,所以稱為卸念清正禪。 剛才說過,三禪的人有樂壽和行卸壽。 即是樂的感受和非苦非樂,沒有分別苦樂的感受。 大家要知道,非苦非樂,沒有分別苦樂的感受,是比單獨執著樂的感受更殊勝。 在四禪的人,連非苦非樂的行卸壽都已經斷除。 他的內心清淨,這個程度是釋戒禪中最高的境界。 初禪、二禪、三禪,屬於方便禪。 到了第四禪,才是真實的禪,所以四禪又稱為真禪的。 收集禪定的人,從肉界開始,收到肉界定、味道定。 漸次進入色界四禪和無色界的四無色定,合稱為八定。 所以四禪八定,即是色界四禪,加無色界四定。 無色界的定,已經超越了物質世界的牽纏, 滅除了一切對外景的感受,不需要灌照外景而收, 已經達到清淨無染、虛空直淨的精神境界。 無色界的四定,有空無邊處定、色無邊處定、 無所有處定、非想、非非想定。 什麼叫做空無邊處定呢? 已經收到色界第四禪的行者,再繼續集禪, 漸漸就會入了空無邊處定。 這些定是超越了色界的第四禪, 大凡障外禪定的對象都滅除了, 進入思維空間、無限大、無有邊際的精神世界。 行者繼續集禪,漸漸超越前者的空無邊處定, 而進入思維意識無限大的定,稱為色無邊處定。 第三是無所有處定。 漸漸這種定又超越了前者色無邊處定, 而進入無所有處定,即思維無所有之上而安住於定中。 最後是非想非非想定,是無色界最高的禪定, 超越了無所有處定。 這時行者定心,極靜妙而無粗想,所以稱為非想。 非想非非想定是世間禪最高層次。 但有這種禪定的人,還未能夠脫離生死, 還要在六道輪迴中沉浮。 如果行者繼續收下去,就會得到滅盡定,脫離生死,成為阿羅漢。 當行者安住於滅盡定之中,就已經滅盡妄心, 和心所,即是滅盡心的作用,而住於無心住的禪定。 這種定境,可以比喻為無如裂盤的直證。 根據《中鏡錄》卷五十五,滅盡定為佛羅漢所證出世間之定, 是出世功德屬無漏業,不會感受三界生死果報, 已經滅盡第六意識,兼能滅第七的染份。 從小聖佛法來說,正入滅盡定,就成為阿羅漢,即是佛的境界。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